男孩正在自己家被三个同学霸凌 他们把食物扔到地上 让他像狗一样吃掉 还拿起父亲的遗诏 羞辱他应该下去好好陪爸爸 最终男孩不堪羞辱 留下一封遗书跳湖自杀了 幸好他被一位渔夫及时发现 送到了医院 但也因为错过了最佳营救时机 导致他一直昏迷不醒 受害者叫剑宇 就读于一家贵族私立中学 事情发生的第二天 班主任就收到了剑宇留下的遗书 上面除了对母亲的亏欠外 赫然写着那四个长期霸凌他的同学名字 校长得知后 怕事情闹大 于是就把四位学生的家长请到了学校 针对剑宇自杀的事情做个调查 这些家长分别代表医疗 法律 权利和教育 但自始至终 这些家长都不认为自己的孩子能做出这样的事 更没有一个人主动去关心剑宇目前的情况 调查会议开始 身为律师的老江就率先发言 他的孩子每个月会给慈善机构捐款三万元 怎么可能会霸凌一个穷人家的孩子 并且还指责班主任捏造事实 在得知自己的孩子被关禁闭后 更是大发雷霆 其他三位家长见状也随身附和 迫于压力 校长只好让班主任先把四个孩子放出来 可是班主任却看到 这些孩子在外面的草坪上玩得很开心 对于剑宇的是没有感到丝毫愧疚 而在办公室里讨论的家长 也在此时了解到 剑宇是作为社会关怀对象进的学校 是单亲家庭的孩子 同为教师的老郑 便认为是家庭对孩子期望太高 孩子感觉压力太大才产生了自杀的念头 一时间各种说辞层出不穷 没有任何证据 能证明剑宇受到了霸凌 律师老江更是建议那封信先不要公开 先让校长保管 而校长也迫于理事会的压力 把信从班主任手里强行收了回来 难道真的没有什么正义可言了吗 不然 四位家长中有一位特殊的人 学生嫖规范的爷爷 他曾经是检察厅的厅长 一直都是正义的化身 对老江提出他们是同一条船上的人 表示了明确的拒绝 老江这么做就是想保护孩子 团结起来施压学校罢了 但自家孩子有没有霸凌其他孩子 他心里跟明镜一样 男孩像狗一样被同学虐待 还被迫跪下田地上的食物 长期的霸凌让他痛苦不堪 最终男孩不堪重负 跳湖自杀了 而施暴者的父亲却这样教育孩子 叠着这位家长为了销毁证据 来到孩子的宿舍偷拿到了被害学生建宇的手机 然后找到专业人士解锁了他 但没想到里面的内容却直接惊呆了他 建宇赤裸站在KTV 正被三个学生霸凌 而老江的儿子汉杰却在一旁拿着手机拍摄 当老江把视频拿给另外两个家长看时 他们的神情立马变得紧张了起来 为了包庇自己家的孩子 他们必须统一战线 首先要动用自己的关系 将昏迷不醒的鉴语 转到都知烈的私立医院以便监控 而老郑夫妇也在第一时间找到校长 拿校长贪污受贿的事情威胁他 让他把建宇的遗书销毁 而另一位家长都知烈找到 唯一的目击证人男志浩 拿出一百万韩元作为封口费 而受到威胁的校长 也拿给班主任一份正式合同 让他对此事停止调查 打电了所有关系后 想不到的意外还是发生了 一直昏迷不醒的建宇死在了医院 在建宇的董礼上 班主任看着伤心欲 觉得建宇妈妈觉得心中有愧 于是私底下便把那份遗书的事情 告诉了建宇的母亲 董礼还没结束 建宇母亲就跑到了警局报案 这时四位家长带着孩子来到教堂忏悔 其中一个孩子看着父母的行为 居然感到可笑 丝毫没有悔过之意 本以为那位正直的公安厅长朴叔 会在此时揭穿这些畜生的丑恶嘴脸 但没想到 他最终还是为了自己的孙子 出卖了自己的良心 他找到自己之前的下属 让他想办法解决建宇妈妈报案一事 而此时老江在家里也越想越气 他不相信自己的孩子 能做出那样的事 于是他质问儿子 而汉杰便向父亲哭诉 自己也是被逼的 因为每次他都是旁边站着 或者负责录视频而已 自己并没有动手欺负建宇 对于儿子的撒谎 老江虽然气 但也不敢生长 本以为此事会不了了之 但新的线索又出来了 无意中班主任 从建宇以前的老师口中得知 汉杰和建宇从一年级起就是好朋友 到后来不知道为什么闹过一次矛盾 于是彻底的闹掰了 为了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班主任找到汉杰 却被下班回来的老江拦住了 班主任受不了良心的谴责 拒绝了校长转正的邀请 并向他索要那份建宇的遗书 和此时校长却表示 根本没见过那封遗书 这是建宇的母亲 为了让学校给自己一个交代 带着灵车就来到了学校 为孩子寻求一个说法 没想到却遭到学校的百班阻挠 只有孩子的班主任选择和他站在一起 为孩子寻求正义的母亲 就这样被拒之门外 而警方也因为证据不足 草草地结束了调查 回去后班主任就把建宇受到了欺凌自杀 和校方强制扣押遗书的事情曝光了出去 这个老师顶着压力 把一段学生被霸凌致死的视频曝光了出来 舆论迅速在网上发酵 成为了社会关注的重点问题 警方顶不住压力 准备彻查事情的真相 而四个孩子的家长又一次地坐在了一起 他们商量着找建于妈妈私聊 但是这时老江却不同意了 因为严格意义上讲 孩子必须判定没有嫌疑 才不会留下犯罪记录 好在他们已经将手机和遗书销毁 现在警方找不到任何证据 只要他们统一口径 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可是到了第二天 警方将四个孩子全部请去警局协助调查时 才结结实实地让律师明白了什么是人心险恶 其他三家将所有的罪名 全部算在了汉杰一人身上 但好在老江事先做了准备 他把建于和汉杰的合照全部拿出来 说他们从小就是好朋友 这才糊弄过去 可没想到接下来小男的出现 又给了他重重一击 汉杰直接被警方带走 老杰失去了理智 找到都知烈 问他为什么要把自己卖了 面对老江的追问 都知烈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是我儿子的选择 老江不甘心 他来到事发地点寻找线索 发现附近有一家便利店 便拿着儿子和建于的照片询问 老板娘一眼就认出了这两个男孩 因为每晚汉杰都会带着不同的商来买东西 老板娘对他的印象特别深刻 这时老江才知道 原来被霸凌的人是自己的儿子 因为自己的儿子长期遭受三位同学霸凌 好朋友建于看到后将此事告诉了老师 三个霸凌者为了报告 将汉杰按在水里逼问 汉杰最终扛不住出卖了建于 在他们的威胁下 汉杰当着他们的面打了建于一顿 从此以后 建于就变成了汉杰的替代品 而汉杰则负责拍摄视频 不久后 之前霸凌案首次开庭 老江亲自为儿子辩护 班主任作为证人也明确说遗书上有四个人 但校长就表示根本没见过那封遗书 而且还说 班主任不止一次的拿遗书威胁他给自己转正 随后法庭上三个学生将所有的罪名 全部算在了汉杰的头上 法庭宣布休庭明天再审 离开法庭以后 老江找到小南 他恳求小南明天能在法庭上 把真相如实说出来 并承诺说出真相以后 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给他 可是法庭上 小南还是选择做了伪证 这时被逼急的老江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 他拿出昨晚和小南的录音 最终老江扭转败局 老江的儿子无被释放 另外三名校爸也去了他们该去的牢房 当老江再次来到便利店 感谢老板娘时 恰巧遇到旧剑宇的那个渔夫 在交谈中 老江发现事情另有真相 于是他回到车内 翻看儿子的无人机拍摄下来的视频 发现剑宇的死竟然是儿子所为 老江当场崩溃 为了儿子 他丧失了理智 拿着无人机就跑到山顶 把他抛入大海 消灭一切证据 让真相随波逐龄 电影通过一段校园暴力 把当事人的恶转移到父母们身上 本是孩子之间的事 最后演变成家庭实力的较量 还曾想那个律师父亲和儿子 通过这样的事情会醒悟 然而他们还是败给了人性的自私 电影名字《想见你父母》 也不让人特别虐心的电影 如果你对本片比较感兴趣 请在正规渠道观影 我是初遥 我们下期再见